目前在議場內 我們可以看到 藍白已經攻佔了主席台 不過剛才其實在 稍早在十分鐘前 他們還是相對比較 放鬆一點的狀態 不過就在剛剛稍早的 七點五十三分左右 民進黨的立委李昆辰 突然衝進議場裡頭 這個舉動真的是嚇壞 原本可能正在此早餐 在等待戒備的國民黨委員 所有人通通都是站起來 現在目前在整個議場內 是呈現一個整個戒備的狀況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 在議場的兩個後面的門 其實實際上現在 不僅用好幾個椅子 通通堆起來 直接擋在門裡面之外 還包括用繩子的部分來固定 就是擔心說民進黨的委員 從後門的部分衝進來突襲 兩個門目前都是這樣子的狀況 目前藍白攻佔了主席台 也舉了這些口號 最主要的部分 他們就提到了要陽光國會 國會要來進行改革 不過現在大家外界 也非常關注說 那到底之前上週五 立法院爆發的朝野衝突 上演了肉搏戰 造成六名的委員掛財 到底在炒些什麼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藍白提出國會改革的無法 這無法帶大家來整理一下 包括說總統要到立法院 來進行國情報告 並且要是常態化這樣的情況 以及立法院擁有聽證權跟調查權 如果說在質詢的過程中有一個藐視國會罪 如果說你不得反質詢 如果你公務員員你是做虛偽陳述的話 可能會被判有期徒刑 甚至有拘役這樣法經的情況 以及強化人事同意權的部分 另外一個比較沒有爭議的 也就是在立法院政府院長的選舉 必須採記名投票的方式 這部分其實在上週五的時候 就是所謂記名投票方式 其實是相對比較沒有爭議的 但現在外界非常的質疑說 如果你這個藐視國會罪 到底這個定義是什麼呢 難道你認為這個 如果不回答叫做藐視國會的話 可能包括人民都有可能受害 因此這個是在國會改革法案 大家相對比較爭議一點的 另外在週五的部分 其實之所以會有這個朝野 有嚴重的衝突 還包括了韓國瑜 在下午五點半的時候 回到約會的時候 他是強調 要表決 而且採用是舉手表決 而不是按表決器 因此讓民進黨部分 批評的根本是民主走道車 加上在上週五 院會有一個狀況 讓民進黨批評說是黑箱 因為在週五的時候 藍白就提出了 所謂的再修正動議 實際上他們就是把 國會改革的方案 進行一個濃縮 但是透過修正動議 這樣的方式來提出 因此民進黨就批評說 你現在提出來 根本在表決之前 大家根本看不清楚 法條裡頭到底是什麼 這樣要如何來進行表決呢 認為是真黑箱的部分 但是這部分也被國民黨 跟民眾黨部分來駁斥 現在目前在整個議場 可以看到 目前國民黨的委員們 各個都是嚴正以待 實際上剛剛在七點前 有一波推擠的衝突 因為議事人員在七點的時候 要來開門 不過藍綠就稍微有一些 肢體上的碰撞 那現在待會在九點的時候 院會這部分也會開始來進行開會 現在目前看到這個欄尾 各個都是戒備的狀態 而且就在剛剛稍早 李昆辰突然衝了進來的時候 讓大家都有一點嚇到這樣的情形 可以觀察到今天的國民黨 也是有備而來 因為有非常多的委員 其實身上的護具真的都是美少 包括是在手肘的部分 還有膝蓋的部分 通通都戴上了護具 就是嚴正以待 我們可以看到 包括現在在場內的部分 在主席台的部分 現在坐在上頭的 就是國民黨立委楊瓊英 他現在也是在跟民眾黨的 林國成委員 現在看起來是在 做一些戰術上的一些討論 另外包括了陳玉珍委員的部分 他今天特別也是有備而來 就是這個頭 還戴著頭盔 然後呢 甚至是在這個手肘的部分 跟膝蓋的部分 通通都是有做準備的 而且我們今天可以觀察到 其實在當天的這個衝突畫面 直接往外播送之後 今天有幾個委員 其實在這個胸前 都有特別別了 這個GoPro就是說 要把這個畫面錄下來 以免在衝突發生的過程中呢 可能可以來進行一些自保 待會院會的 就會在九點的時候開始 想必在那個時間點 可能會有一些衝突在發生 目前時間是來到了8點06分 剛剛民進黨的委員 有這個突然衝進來 似乎看起來 是要做壓力測試的舉動 也讓待會兒 現在整個在議場內的情緒 是相對比較緊張一點 以上是在現場最新